新城乡公所打造十公顷花海成为游客乡亲拍照打卡景点 乡长何理台表示农历新年快到了 希望让乡亲游客可以欣赏到美丽的花景 让新城乡也更具有知名度打开观光大门 新城乡长何理台先演出光明 新城乡名代表会副主席藏美华 新城乡名代表林志胜 其好则是来到新城乡花海在民友街 以及大德街口向周边延伸 南达有名全街口经大德街到华兴街口 东西侧有名有公园向西到大汉技术学院为墙 以大德街为界向东种植波斯菊 向西种植百日草 波斯菊花色多样一大面积的栽种 盛开始成片的花海 花形犹如樱花一般 深受民众喜爱 而百日草也称为百日菊 花色繁多繁殖力强且栽质容易 波斯菊源于爱好的喜欢 由于花朵寿命场并命为百日草樱花起藏 可以长时间观赏 我们今天来到我们新城乡大汉村 我们新城乡公所 每年在这个地方有10公顷的花海 尤其今年的花种不一样 比以往更漂亮 不只这百日菊 还有最新的品种 而且今年是第一次的试种 那种的也非常成功 那我们新城乡的乡民 欢迎有空可以在大汉民友公园 来观赏我们非常漂亮的花海 各位乡亲来到新城乡 一定要到新城乡的花海来拍照 因为乡公所非常的用心 用10公顷的命迹来种花海 非常的漂亮 请大家一起来观赏 相当何一条表示 新年乡的花海已经延续多年 起初只是为了推广 更规划了元旦升起建走的路线 让参加活动的乡亲和民众 可以在新年的早晨 欣赏美丽的花海 也借此推广新城乡 今年建走为了介绍 更多的新城乡的景点 虽然改在七星坛 赏新广场办理 但是花的热情 以及绽放丝毫不减 盛开近10公顷 颇为壮观 却又美丽优雅 正如乡亲所分享的 外地乡亲都会问说 哪里有花海 现在乡亲可以很开心的回答 我们就是有 欢迎大家来新城乡 因此向何一条这次机会 邀请大家来赏花 认识幸福美丽的漫波新城 记者金鸿逸 新城乡报道